香港支聯會的多名成員 早前被港警國安處要求 最遲在9月7號 必須提供內部成員以及財務等資料 國安處還指控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5號當天 支聯會舉行記者會宣布 不會向國安處提交任何資料 他們批評警方濫用職權 讓公民社會處於恐懼之中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記者會上 駁回了關於外國代理人的指控 他現在是隨隨便便去指控一些民間團體 是所謂的外國代理人 就說自己有權去查你們的家宅 給我們一封信 他又沒有擺出任何的理據 去說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周姓彤強調 支聯會不是任何國家或團體的 單位是外國代理人 而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 由香港市民自發成立的組織 支聯會當天並宣布 將於9月25日在六四紀念館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針對是否解散的議案進行表決 周姓彤解釋說 目前支聯會大約有100多名成員 最少要有20名成員出席會員大會 才能達到規定的人數 還需要75%的成員同意後才能解散 他強調 如果會員大會決定支聯會解散 會將資產捐給理念相同的團體 如果決定要繼續運作 他會堅持延續支聯會的使命 據瞭解 支聯會多年來堅定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 積極推動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 被中共視為眼中釘 他不想再讓所有中國人再知道六四是發生什麼事 他要重新教育那個新一代 所以他為什麼拼命就把支聯會打 因為支聯會講的東西都是抓到他那個痛處 所以他們就要趕緊把支聯會滅掉 以往每年6月4號這天 支聯會都會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晚會 悼念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 並要求平反六四 但近兩年 港府不僅禁止支聯會舉辦集會 甚至連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副主席何俊仁等人都被抓捕 多名支聯會常委也被迫辭職